最近已經到馬拉松賽季了 不知道你們的訓練量有沒有逐漸增加呢 那這時候越來越多人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運動後常常會有關節不適 甚至感覺膝蓋疼痛的問題出現 這個時候到底該冰敷還是熱敷呢 今天就來介紹給你們知道 通常在運動後你的關節處 會感覺可能有紅腫熱痛的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個時候可能是因為你的肌肉跟關節過度使用 產生的一些運動傷害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覺得稍微酸酸痛痛的 甚至會覺得它熱熱燙燙的 這個時候應該要用冰敷來抑制它繼續發炎這樣的情況出現 你才不會繼續感覺到紅腫熱痛 甚至覺得很不適的感覺 那12小時內可以採用冰敷的這樣方式 來抑制它發炎的反應 那12小時之後呢 通常我們就會把它變成用熱敷的方式 來促進你的血液循環 這個時候當你血液循環變好之後 它的恢復時間也能縮短喔 那當然這個時候我也會建議大家 通常可以去稍微的小慢跑 甚至去做一些動態恢復 這個時候可以減少你的恢復時間 就可以加速你肌肉自主修復的時候 所以通常我會找一個像這樣的冰帶 然後直接放在我的患部上 就感覺不適的地方 然後做一個冰按摩的感覺 就是因為裡面現在是冰塊或冰水 我就可以針對這樣 然後對我的關節處做一個放鬆的反應 但因為這樣有些人呢 會不習慣就是兩隻手都沒辦法做自己的事 然後一直這樣按 手久了可能也會不舒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以前通常都會拿彈性繃帶把你的腳纏起來 但彈性繃帶有一個壞處就是你每次捲跟收都很麻煩 而且冰敷久了 繃帶會撕掉 還需要把它晾乾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這種袋子就非常方便啊 你可以把它穿過你的冰敷帶 把你的冰敷帶套好在這個袋子上 套好之後呢 你可以繞過你的腳下方 然後往上 再把它纏起來 纏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繼續滑你的手機 看著電視 做你的事情 你可以冰敷10到15分鐘之後 再把這個東西取下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邊做你的事 還可以繼續有一個冰敷的效果 我覺得非常方便喔 也推薦給大家 重點是 尤其你在冰敷完之後 12小時之後你就要開始轉熱敷 那轉熱敷的時候 這時候冰敷帶的選擇就非常重要啦 冰敷帶這個東西呢 其實常常到處都可見 尤其連夜市都有在販賣 但它的好壞其實會影響很多 有時候你在冰敷熱敷的時候 冰敷可能還沒有感覺 因為冰敷流出來不會怎樣 但如果你這個是熱敷 裝的是100度的熱水 你這樣流出來 其實有可能會燙傷自己 所以選擇良好這個封閉性很好的這個冰敷帶 對你來說也很重要 安全第一 那有時候呢 有些肌肉其實是比較小的肌群 用這樣大的冰帶其實不太方便冰敷 所以我就會選擇像這樣的小冰帶 然後可以固定在這邊 這個時候也可以用剛剛的那個彈性帶 就可以把它有效的固定在你想要綁的小肌群的位置 喔對了 我覺得最好用的 是因為這個冰帶的開口很大 有時候我們會拿冰塊 裝不進去這個冰帶裡 因為冰塊有時候會黏在一起 但這個設計其實蠻大的 不太容易讓你的冰塊卡在洞口塞不進去 所以我覺得推薦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以上的問題 有可能冰敷熱敷時機點 不知道該什麼時候做的時候 或許這支影片對你會有幫助喔 我是你的家裕梁佐瑞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